各位新竹县民大家好 承蒙各界的支持与努力 竹县通讯来到了第十期 随着县民对于生活品质的重视与要求 本期竹县通讯将带领大家探讨新竹县 如何一步步实践友善环境的目标 不只完成清除垃圾长期堆滞的问题 也为民众解惑新建焚化炉的必要性 更多详细的资讯都在本期聚焦竹县 随着疫情蔓延至今 民众不断地适应新的生活形态 而新竹县则是在这个时刻 人才需求不减反增 县府与竹北就业中心联手举办征裁活动 征裁厂商多元 职缺数多达一千两百个可以选择 期盼带动地方繁荣发展 更详细新闻收录在本期的竹县药文 本期竹县好康将报导竹北市东新郡 保留过去农业社会重要的灌溉水郡 成为城市发展下难得的珍贵绿地 邀请民众一同来感受东新郡的历史文化轨迹 若想知道更多县政府的最新消息 欢迎至各地方机关借阅刊物 或上新竹县政府全球资讯网 搜寻电子书来观看 刊物发布的资讯 也可上新竹县ING Facebook粉丝专页关注哦